经里面的地狱变相族把它引导出来 这个都是属于因果教育 对于现在世道人心的时候 真的是有启发 有帮助 人家看到了能够真正反省 悟心 悟念一定有悟报 至少会在齐心动念 这个言语造作上能够修炼一些 这就好 不但能救自己 也能够救这个劫难 第二说 人断气了 未出兵是否需要点救伟灯 这个灯这是习俗 是世间的习俗 如果依照佛法来做 佛法就不需要 依照佛法做也可以 如果不能依照佛法了 不得已也要依照释法 因为什么呢 你家的兄弟都不见得过苦都修佛 你依照佛法做他不同意 听没法子 所以还是要随便 总是家活万事兴 第三说 王者在一年一周年之内 六月初六是过巧 这个环节是否还要办 如何办 怎样办 如理如乏 这个事情 玉璃宝朝有 佛经上也有 依照这个去做就好 确确实实 一年三年 那么多半是顺于纪念的性质 这就是圣宗归远 明德归后 真正的意思在此地 宜归可以从俗 但是要说得从前 不要太繁杂 不要浪费 那么在这 多做社会慈善利益众生的好事 把这个好事回向给他就好 这第四说 王者观礼 加一些香 他沉香柴 鲜花 喝加 这个酷似之情 哪种做法 如理如法 以上几点 请劳法子开始 这个棺材里头 可以不必加之情 加这些 像这些 干柴 陈香 这个可以 这个好 加上这个好 这个出家人 发思过世的时候 观目里头用这个 不用值钱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只能够 结识此地到此地 我以为他后头还有 我们几个同修一起修佛 祝念 血游一个小道场 还没有名字 就叫念佛堂就可以了 好 那这些呢 我们就留着 这个 下一个星期 下一个星期 我看这个问题 里集是越来越多 仍然是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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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县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